今天是我们第三次学习我们主耶稣的临别讲论 经文在第十三章第二十一节至三十一节 让我读一读其中的一两节 把背景交代清楚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是教导我们要像仆人那样服侍他人的那番话 耶稣说了这话 心里忧愁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注意到了吗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然后在这部分的最后 犹大离开了房间 当时是晚上 我们得知犹大出去了之后 耶稣说 如今 人子 得了荣耀 我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当地的 艺术画廊里 有一幅画 是知名艺术家 萨尔瓦多达利的作品 你们有些人肯定看过这幅画作 标题是 十字若望的基督 画面中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 画中的十字架仿佛正向观赏的人直直飞来 下方是加利利海 还有一些渔夫站在渔船边 而这位十字若望 也就是画作标题所提到的那个人 是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一位神秘学家 人们喜欢这幅画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有人会在自己的圣经中 加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有很多朋友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会把这幅画加在他们的圣经里 他们用它提醒自己要尽钱度日 几年后 到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薛华的作品 刚开始出版 而在他的一部著作当中 他对萨尔瓦多打理的这幅名画 十字若望的耶稣 做出评论 十字架在加利利海的上空漂浮着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薛华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一点 那就是 在这幅画中 十字架从未触碰到地面 所以他其实是在说 萨尔瓦多打理想象中的这位基督 并不是福音书所展现的基督 那么十字若望的基督 实际上也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 约翰的基督 因为从约翰福音一开始 约翰就在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是如何来到我们中间的 并把他自己锚定在我们的世界里 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戏剧性地呈现了这一点 道成了肉身 道不仅仅变成了人而已 而是进入了现实世界 进入了我们人类脆弱的处境之中 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耶稣也经历了我们在人生中 所经历的苦难 也就是命运的暴虐独间 关于主耶稣生命中 这个奇妙的特点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洞见 我们已经看到 耶稣是如何戏剧性地展示了 他为了救赎我们所将做的工作 耶稣将门徒观察他所做的事 看他是不是他们的主和王 然后他们也当愿意 效法他的榜样 在别人面前屈膝 甘愿成为别人的奴仆 为了他们得救赎的缘故 而服侍他们 而现在约翰几乎是在说 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查看 主耶稣的内心世界 耶稣已经说了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要骂他 你还记得约翰是怎么对彼得说的吗 彼得也和约翰谈过 他们想知道要做这事的人是谁 耶稣回答说 我蘸一点饼给谁 就是谁 耶稣蘸了当时常见的一种美味的蘸酱之后 就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主说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知道 我知道这一切会发生 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一节看到 耶稣说了这话 心里忧愁 约翰写的这段内容实在是令人惊奇 他实在说 我将带你进入主耶稣的内心世界 在他这样做的时候 有几件事展开了 第一件事是 他在第二十一和二十二节 要我们注意 耶稣承认 他的内心深感忧愁 耶稣这里的用词是很强烈的 耶稣说 我心里很难过 如果你被告知了 一个坏消息 那么你的内心情感 看起来就会变得 好像整个都错乱了 整个人都会陷入一种 纠结的状态 这个呢 很难让人保持镇定 而这正是当时耶稣所经历的 其实 其他福音书 在描述耶稣这段时间的心情时 也用了类似的字词 尤其是当他进入 克西玛尼园之后 当他思考 接下来几个小时 他所将要经历的事的意义时 经文提到说 他想家的感觉 变得相当强烈 就是那种离乡背景 深知自己必须经历 许多困难的人 所心生的思乡之情 因为在回家之前 有许多困难和黑暗 等着他们 马可福音所使用的字词 在当时其实是用来表达说 当人得知 令人震惊的消息后 整个人仿佛陷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这就是约翰想向我们表达的 这话不是约翰说的 而是耶稣自己说的 耶稣心里忧愁 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这是尤为重要的一节经文 因为在第十四章的开头 有一节经文 我们非常熟悉 就是耶稣对门徒说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 我认为这里要注意的是 耶稣心里忧愁 是因为那个要卖他的人 就在这个房间里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家庭聚会 社交聚会 或临舍聚会 或是在教堂团契的时候 在场有某一个人 而这个人会破坏 整个聚会的氛围 有时我会这样想 以前我们从机场走出室外 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 但现在你走到室外 还得多走几米远 才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大多数公共场所 比如机场 已经禁烟了 人们只能在室外吸烟 如果你是一个不吸烟的人 你就会觉得 周围的空气都被污染了 但如果你常常抽烟 那你就很习惯了 大楼里的电梯间也是一样 对吧 有人从三楼进来 你马上就会注意到 由于他们的呼吸 电梯里的空气发生了变化 这表示 他们刚才在外边抽了几根烟 不用许多人 只要一个人的呼吸 就足以污染整个氛围了 所以对耶稣来说 这个房间的氛围 实际上已经非常紧张了 想想看 这个人和他在一起已经三年了 这个人被任命为 使徒中的财务管理员 这个人见过耶稣行神机 也自称是他的门徒 但这个人在心里 却对主耶稣心怀怨恨 所以耶稣心里忧伤 我认为当我们看到耶稣的人性时 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 由于他曾心里忧伤 因此他能够帮助和安慰 那些同样心里忧伤的人 但这段经文 接着提到了其他关于耶稣的事 耶稣心里忧愁 但他透露了卖他之人的身份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 我们是读过约翰福音的人 所以我们早就盯上了加略人犹大 但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 除了耶稣和加略人犹大之外 他们两人共享一个秘密 犹大正准备出门要卖主耶稣 但其他门徒都不知道这一点 实际上约翰在福音书中 每当提及犹大的时候 都会时不时地暗示说 亲爱的读者 请你们注意这个人 这个人目前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 福音书描述他的地方并不多 然而在故事结束之前 这个人将会出现在福音书的中心 我们知道关于加略人犹大的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他经常从门徒们的钱囊里偷钱 我们知道当那个可怜的女人 用香膏膏抹耶稣的时候 正是犹大抱怨说 这香膏可以卖不少钱 拿来周济穷人 但约翰后来明白了 犹大一点都不想帮助穷人 他只是想把这些钱拿进他的口袋而已 所以作为约翰福音的读者 我们早就注意到加略人犹大了 而有趣的是 在第28和29节中 实际上是耶稣打发了犹大出去 除了犹大和耶稣以外的所有人 都认为犹大是要出去周济穷人的 因为他是管钱的 当耶稣派他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耶稣要么是叫他去买一些逾越节 晚餐要用的东西 或者向穷苦人做些 怜悯与关怀的词汇事工 所以当耶稣揭露了 卖他之人的时候 门徒们并不知道 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事 问题是 耶稣是怎么知道的 耶稣怎么知道是犹大要出卖他 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创虫的 首先因为他知道有人会背叛他 这是记载在经文中的 对吧 同我吃饭的人 用脚踢我 根据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这是个意味深长的表达方式 蛇要伤救主的脚跟 而救主要伤蛇的头 那举起的脚跟 想要伤害救主 但并没有打中救主的头 只打中了脚跟而已 耶稣书读圣经 所以知道这一点 那他怎么知道是加略人犹大呢 我们可以说 毕竟他是上帝 他当然知道是犹大嘛 但是福音书所呈现的特点就是 耶稣有这样的知识 不仅是因为他是上帝 也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力 在福音书中比较前面的部分 约翰说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给别人 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思 我们有时也会这样 不是吗 我们可能说不太清楚 但是会想 我不确定他可不可信 即便我们是有罪的 无知的 灵性也是不敏锐的 我们有时仍然能敏感地觉察到 某个人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 而耶稣不是怀疑而已 他的辨别能力是完美的 可以完全理解那些不起眼的征兆 加略人犹大的生活轨迹 已经暗示了他就是那个背叛耶稣的人 其实有四个征兆指明了这一点 第一个 背叛主耶稣的人 或者用希伯来说的话说 践踏神的儿子 轻视他立约之邪的人 所具有的其中一个记号就是 当他们在耶稣身上看到恩典时 他们会经历我称之为反恩典的过程 他们在耶稣身上看到恩典 却对这种恩典感到厌恶 这比我们想的还更常见 对吧 有一个普世性的假设 当人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时 应该会很想要这恩典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对你们有些人而言是亲身经历 你曾在别人的生命中 或在福音教导中 看到了基督的恩典 却憎恨这个恩典 当时你逃避这恩典 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它的影响 因此救赎的恩典 有时候起到一种试金时的作用 指出我们的心 真正渴慕什么 很奇怪的是 比起恩典来 人们的天性 往往更喜欢律法 这岂不很奇怪吗 却也十分真实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尝试践行律法 但是在恩典面前 你能做的 就只有摊平空空的双手去接受 有一位牧师朋友曾跟我分享过 一位在痛苦中的医师 把电话给他 他们就相约一起喝咖啡 医生告诉牧师他的遭遇后 牧师对这位医生说 你有没有试过请求涉罪啊 那位医师非常生气 他拿起钱包冲出咖啡馆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别人告诉他 他可以做什么 以便得救 而他却告诉他说 他需要接受一样东西 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赦免的恩典 而他内心对此是有敌意的 有时如果我们的罪被耶稣揭露 这种背叛的性情同样也会显露出来 这通常是私下的 我们试图伪装而不是认罪 与此相对应的是 另一个门徒说 主啊 是我要出卖你吗 但加略人犹大却硬着心 抵挡主耶稣 这里更重要的是 这段对话发生的顺序 这件事发生在 主耶稣跪在犹大面前 并为他洗脚之后 耶稣战柄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但耶稣跪在加略人 犹大面前 为他洗脚 无疑显示出了最惊人的恩典 我想我可以说 每个人多少都有点这样的特质 我遇到过很多基督徒 当我说起耶稣给犹大洗脚的时候 他们会说 他不可能会这么做的 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换做是你也不会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想我可以很容易地推测说 你认为有些人的脏脚 是不值得你跪下来去洗的 但这里有个人 耶稣知道他会背叛他 但耶稣还是服侍他 当耶稣抬头指示犹大双眼的时候 你认为他看到了什么呢 我想他在那双眼睛里看到的是 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 如此亲切地触摸我的脏脚 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是很简单的 他们把耶稣视为他们的仆人 而不是愿意成为他的仆人 因此耶稣被卖的价格是三十块银子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奴隶的价格 我想这对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 是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常被鼓励说 耶稣是我们的仆人 甚至在公众的教导中也是如此 我们想要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 只不过是为了要他照着我们的意思做事 亲爱的朋友们 这正是伽略人犹大的精神 而不是主耶稣的精神 耶稣心里忧愁 耶稣揭露了背叛他的人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正如第二十七至二十九节所说的 是耶稣决定了自己的命运 这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在福音书的这个阶段 耶稣是正在被迫害的 而且逼迫会越来越严重 犹大在迫害耶稣 士兵们也要迫害耶稣 罗马兵丁呢 要戏弄耶稣 宗教领袖要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 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将一起密谋 让耶稣在公众面前被钉上十字架 但他们当中其实没有人能够决定耶稣的命运 这非常惊人啊 他们以为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但实际上是耶稣自己采取了行动 给他自己的命运定下了一个必然且无从逆转的方向 这里值得深思对吧 这所有的一切都始于耶稣打发犹大 去做他要做的事 他基本上是对他说 犹大 你所要做的 快做吧 一切都在我父的主权掌控之下 这一切最终会成就我的荣耀 世界的救赎 马丁路德曾经说过 永远不要忘记 魔鬼在上帝的权项 这位加略人犹大身后的恶者 是企图毁灭耶稣的恶者 而耶稣知道这不是他的毁灭 而是他通往荣耀的道路 因为虽然蛇会伤他的脚跟 他却将借此打碎他的头 并为所有属他的人 带来最荣耀的救恩 然后当犹大离开房间时 房间内的氛围 再一次变得纯净 下次我们会更仔细地探讨这个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